好 三星五样上几块内容啊 上几块讲什么来着 上几块讲的是这个打电话 是吧 打电话可以打各种各样 诡异的号码 可以可以这个打电话 有一些就是直接不用解锁 再去通讯再再去电话本里去 直接按住了就可以知道这个 现象的东西 那这次讲什么呢 就是电话有的时候我不想接 比如说晚上深情半夜的两三点钟 我都睡得香着呢 哎 突然间又误扰电话 怎么办 打扰电话怎么办 骚扰电话那怎么办 误扰模式呗 那怎么进这误扰模式呢 我们看一下 那什么是误扰模式呢 把这个手放在最底下的这个位置 最底下这个位置 然后往上一滑 这边就有一些模式 看到这个东西没有 这个小月亮就是误扰模式 那这个误扰模式有什么用呢 点一下这个误扰模式 这个误扰模式它就点亮了 再点一下就点按了 这误扰模式有什么用呢 那咱们现在不知道 不知道 去浏览器里查一下 我们呢 现在就是想要搜索 当然我可以去百度搜索 但是呢 它有一个根源 它根源应该是什么呢 Apple.com.cn 就是说我们会在这里找到比较全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 点一下这个 这个东西 点开它 找技术支持 点进去 技术支持 点进去之后呢 选一个产品 选iPhone iPhone 然后翻翻翻翻翻 翻到最底下 会有一个手册 会有一个手册 这个使用手册 那么这个使用手册呢 其实就是帮助我们了解它的 就是你可以去它这个官网去搜 它这个是一个在线的手册 这个手册我可以把它存储到主屏幕 这样你就 好 然后呢 把它添加到主屏幕 OK 它现在就在主屏幕了 就在就在这个位置哎 每次点开它就可以可以就更快速的直接进行搜索 那么我打点开它之后呢 它其实还是一个在他那个那个位置的那个什么 我点这个东西搜索搜索什么呢 误扰模式这误扰模式是什么意思呀 误扰模式 误扰模式 然后呢 一搜索 点搜索之后呢 有低电量模式啊误扰模式啊 各种各样的到底是啥意思 你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先看这个误扰模式 误扰模式是就是睡觉或者吃饭的时候静音的方法 假设你吃饭的时候不想接电话 那你开误扰模式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会从底下这么一捋会出现一个什么呀 会出现这么一个小月亮 一点就是 有人说这月亮会跟着越像上弦越下弦越变化 我还真没发现 它一直长这样 然后呢 这个可以在设置里面设置这个误扰模式 那什么时候能够破除这个误扰模式呢 就是在那个设置里面的误扰模式里面 你可以设定哪个通讯录的组是可以不被误扰的 那比如说点这儿 我们进入哪儿啊 进入这个误扰模式的设置 误扰模式的设置 那么这个误扰模式呢 它这个时间你可以在这儿设定 然后在这个来电 这个是哪个群组 现在这个群组是一个这个个人收藏的群组是可以误扰的 或者说什么呢 或者说 嗯 如果重新来电 这人特招级 在三分钟里面 第二个来电 不会被设置静音 就特招级打个两次 那他就不会被设置静音 这其实就可以屏蔽绝大多数那种骚扰电话了 对吧 那假如还有一些人特别讨厌 我根本就不想接的电话 那怎么办 在这个电话里边啊 这个找到这个人的名字 找到这个人的名字 比如这个人 我真的不想接电话 那这就要阻止 阻止这个人 只要他是这个黑名单里的 永远阻止他 他就打不了电话了 那这次呢 我们就了解到这个误扰模式 这些东西 这次就这样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